上引起热议 朴宝英是以童颜出名的韩剧女星 出道16年来 也只几乎零变化 而11年前 朴宝英曾出演电影《狼少年》 22岁的朴宝英脸小又圆润 又圆又大的双眼灵冬可爱 且朴宝英个子又很小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 现在的朴宝英脸上 婴儿肥褪去 变成了B型脸 但不会过瘦 身上气质也有比较成熟的感觉 变成漂亮可爱兼具的韩剧女神 而且也完全看不出 朴宝英今年已经33岁了 可以说是超级童颜 相当讨喜 韩剧女神的十年前旧账 朴宪惠继承者们十年前 今年大热剧《继承者们》 迎来播出十周年 引起不少话题 而出演继承者们时 朴宪惠23岁 在剧里扮演贫穷女彻恩上 无辜楚楚可怜的形象神之人心 十年前的朴宪惠还有点肉感 脸蛋圆润 情秀又甜美 很有邻家少女的气质 十年后 现在33岁的朴宪惠 已经结婚当妈 通过动态 能看出她的身材管理得非常好 没有产后的肥胖 在怀孕期间 她就在为付出做准备 当妈后露面晒照的朴宪惠 对金参笑 笑容甜美可人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是刚生完孩子不久的样子 整个人的状态 依旧少女十足 神材不仅没有走行 反而变瘦许多 脸上婴儿肥叶消失 成熟许多 但仍保佑少女感 十年前后有不同的美 韩剧女神的十年前旧照 金志愿继承者们十年前 当年在继承者们 饰演富家女的金志愿 现在成为了女主级演员 而金志愿出演继承者们时 才20岁 在剧里留着厚刘海 加黑长直发型 并因演活新妓女 瑞丑受到高度关注 过了十年 金志愿五官没什么变化 恋家不再有婴儿肥 整张脸变更小 整个人更甜美了 这十年里 金志愿完成了 从果汁女孩 到韩剧女主的变迁时 2022演出治愈韩剧 《我的解放日志》时 几乎都是素颜入镜 并且金志愿的演技 和台词公敌 也是备受称赞的 从继承者们的刘瑞丑 到《我的解放日记》的连美珍 她总能凭借出色的表演 让角色栩栩如生 令人难以忘怀 她的每一句台词 都充满情感 每一个眼神 都能传递 深刻的内心世界 正是这种出色的演技 让观众 不再只看到金志愿本人 而是看到了 她饰演的角色 每个都有自己 独特的魅力和故事 韩剧女神的 十年前旧照 李宝英 听见你的声音 十年前 听见你的声音 也是今年迎来 十周年的 超热门韩剧 女神李宝英 当年在剧里和李忠硕上演 差九岁姐弟恋 至今仍是难超越的 经典姐弟CP 李宝英也凭该剧人气 再度高涨 而李宝英 34岁时出演听音 在剧里 实验国选律师张慧星 气质干练 外形情心灵动 很有林家姿子的感觉 十年后 李宝英已经是有 两个孩子的妈妈 虽然已经44岁 但脸蛋依旧动灵 看起来和十年前 听音一模一样 完全就是仿佛金美貌 硬要找差异的话 大概是现在 李宝英气质变得 比较雍容 优雅 而且今年李宝英 在新剧代理公司 有演出角色过往的戏份 李宝英也绑起马尾 穿上青春风装扮 看起来真的就像 职场新鲜人一样 潮逆龄 也根本就和11年前 出演我的女儿 瑞英的状态一样 胭脂真的零变化 韩剧女神的10年前旧照 韩孝舟统一13年前 韩孝舟今年因出演 Moving E能再度 全粉无数观众 而韩孝舟也是很动灵的 韩剧女神之一 13年前曾出演 热门古装剧《统一》 韩孝舟穿上古装 清新典雅 这时脸蛋还有些稚嫩 10年后 韩孝舟五官也几乎没有变化 一样清新动人 完全看不出真实年纪 已经36岁 把13年前的《统一》 和今年的Moving E能剧照 摆在一起 说是韩孝舟只隔一年拍摄的作品 也不会让人怀疑 在此前的节目里 怕清州的老人家不认识他 立刻拿起发圈 将头发绑成他 在2010年古装韩剧《统一》里的中分发型 还表示如果有韩服 我会立刻换上的 节目中也将他现在与同一画面摆出 过了10年 韩孝舟没什么变化 被粉丝大赞动灵 保养得很好 试验要吃到午餐的韩孝舟 一遇到年轻李明 又立刻把头发散开 摆出电影 爱上变身情人海报的姿势 深怕年轻人不认识他 甚至听到最后一位路人 是年轻男性 还开始不弃装来 不能说的热情 让车太炫 赶紧劝他收连点 韩剧女神的10年前旧照 宋慧桥 那年冬天 风在吹10年前 宋慧桥早年因出演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而走红亚洲 10年前也曾与赵银成合作主演那年冬天 风在吹 剧中宋慧桥挑战事业盲人 气质清新 又带有几分古典 成熟气息 且这部画面拍得很浪漫优美 血白冷冽的冬季氛围 让宋慧桥看起来更加空灵 美成经典 宋慧桥现在的五官 恋星也和10年前没有太大差异 依然邪女感十足 甚至拿20年前2003年all in 真爱宣言的照片出来对比 也几乎零变化 感觉只差在妆容精致度而已 美貌真的太绝 不过在宋慧桥身上 还是可以看到岁月的影子 不过今年爆红的黑暗荣耀 他通过演技完全改变 难以想象 宋慧桥在40岁的年纪 竟然呈现出了如此有质感的演技 可以说这部剧里的演技 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 在这部电视剧里 他的妆容淡倒了几乎到素颜的程度 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眼角的皱纹 他的法令纹 他松弛的皮肤和额头的细纹 但是他此时的魅力 却比以往出演的任何电视剧都大 都更吸引人 说实话 相比对他演技的赞许 我更钦佩他的勇气 作为一个以颜值被观众评价的女演员 能够如此大胆地抛开浓妆和美颜滤镜 将真实的自己呈现在大众面前 几乎可以说这是破釜沉舟的一战 成功了便是突破了自我 失败了可能就再也做不回美丽花瓶 最终他做到了 韩志明 十年前旧照 韩志明五塔房王世子十一年前 韩志明也是以童言出名的韩志明女神 十一年前出演穿越剧五塔房王世子时 虽然已经迈入三十岁 但韩志明外表仍像二十岁出头一样 天眉可爱又很有灵气 深受韩志明喜爱 而过了十一年 韩志明也根本没老 一样可爱动人 但气质变得比较优雅 且今年韩志明出演摸心第六感 换上了妹妹头刘海和乔丽短发造型 看起来又更加逆龄 实在感受不出韩志明已经四十岁了 真的维持得超好